正是从这些画里 欧洲走出了黑暗 开始领先于世界 为什么学艺术 经常听到有人说 很多外国人天天去看画展艺术展 平时又喜欢对艺术高谈扩论 一点实际用途都没有 无非就是为了显摆 无非就是为了装逼 我也只能感慨 这些人真的是无知者无畏 但凡能稍微懂一些历史的人 都会知道 正是被他们看作最无用的艺术 帮助了欧洲文明 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 走向了充满人性光辉的人文主义时代 并一步一步构建出我们今天的现代文明 而且今天在国内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艺术的价值 开始重视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 就在去年 上海博物馆专程从英国的国家美术馆 租借了50多幅大师的名画 组成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的特展 100元的门票展馆里边仍然是人山人海 门庭若市 而幸运的是在伦敦生活的朋友们 都可以免费的走进国家美术馆 观赏这些大师们更多的画作 可以说看全这里 你就能够清晰的了解整个的西方美术史 英国国家美术馆 位于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北侧 建立于公元1824年 当时中国还是道光年间 后来随着大英帝国日渐强盛 从世界各地搜罗和购买了很多欧洲名家的作品 共计2600多幅 去年来上海的特展 从波提切利到梵高 展出的是从文艺复兴 一直到后印象派的画作 梵高的名头 大家一定是如脸惯蕩 那今天我们就从另外一位大师 波提切利开始 带大家重点欣赏国家美术馆里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 首先我们都知道西方的文艺复兴 复兴的是古典时代希腊和罗马的艺术 最早是在北意大利的一些 山貌富裕的城邦当中开始的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佛罗伦萨 波提切利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一个中产家庭 从小就在画室学习绘画 并且很快受到了当地望族美帝奇家族的赏识 并且向他订购了许多作品 波提切利如今最为人所熟知的两幅画作 收藏在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 分别是春和维纳斯的诞生 它表现的是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维纳斯从大海中诞生的场景 维纳斯优美地站在海中贝壳的场景 也被无数次地复制在各类的装饰之上 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展出的波提切利的画筹当中 最负盛名的要求这一幅 爱神与赞神 欧洲的中世纪 一般只会画一些宗教题材的维画 而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之后 以希腊古罗马神话为故事背景的作品 开始大量的出现 注意同样画的是神 基督教的圣母和圣子 一般都是神圣庄严 工人敬奉的 而希腊神话当中的神则是跟我们凡人一样 也有着七情六欲 也有着人性的弱点 就像我们眼前这幅画的两人 分别是爱与美之神维纳斯 以及战神马尔斯 会议英文的朋友一定知道 这两个神的名字 也就是英文当中金星维纳斯 和火星马尔斯的来源 不过他们可不是一对夫妻 维纳斯的丈夫其实是火神 贺准斯托斯 马尔斯是他婚外的情人 他们俩还有一个偷情的结晶 那就是同样大名鼎鼎的 小爱神丘比特 画面当中 爱神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躺在一起 维纳斯穿着衣服端坐着 两眼有神的看着马尔斯 而马尔斯则是半裸的睡着了 四个半洋人小鬼 在一旁戏弄熟睡的马尔斯 并且在他的耳边吹号角 马尔斯则睡得像块木头 整个画面构图平稳宁静 象征着爱的力量 征服了战争 看完波提谢利 我们来到文艺复兴最鼎盛时期的佛罗伦萨 文艺复兴三杰的名字 更不仅仅是出现在艺术史的书末当中 更是在人类历史的著作当中 留下了浓墨仲彩的一笔 这三位大师分别是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和拉斐亚 我们在英国国家美术馆中 都能够找到他们的真集 谈到达芬奇不得不感慨 他简直就是一个超人 音乐 建筑 数学 几何学 解剖学 天文学 朴木工程 众多领域它都有着显著的贡献 而绘画只不过是 它人生众多兴趣中的一个而已 但是它又完成的如此的超凡绝尘 这幅《严间圣母》 是达芬奇受米兰里拜堂的伟图所绘制的 当时的教会对宗教题材有着严格的要求 因为没有在圣母的头上 天上神圣的光环 达芬奇的这幅画最初被教堂拒收了 他不得不又重新绘制了一幅构图 几乎一模一样的作品 又画上了圣母和圣子头上的光环 才算交了财 而早先那幅被拒收的画作 如今收藏在巴黎的卢浮宫 跟全人类最有名的那一幅画 也就是达芬奇所画的《莫娜丽莎》 放在同一个展体 这幅《埋葬基督》 是米克兰基罗为罗马的一所教堂所绘制的壁画 但由于当时定制的颜料 一直没有到货 导致米克兰基罗不得不放弃创作 赶回了佛罗伦萨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画的右边 有一部分是没有完成的 米克兰基罗同时也是一名多面手 他除了绘画 他的雕塑同样能够让他名垂青史 在佛罗伦萨的大卫雕塑 雕刻的是以色列国王大卫 年轻的时候射杀巨人的场景 这座雕塑每年都会吸引上百万的游客前往参观 唯一复兴的思潮很快传到了意大利各地 来到了那座闪烁如梦的运河城市 威尼斯 今天的威尼斯已经沦落成为一座旅游城市 但在唯一复兴时期 威尼斯城邦曾经是威震一方的强国 商船遍布整个地中海 马可波罗就是从威尼斯出发 重走了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探险 远在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 他笔下的奥塞罗和威尼斯商人 也是以这座城市为背景 威尼斯同时还是文艺复兴时期 另一大艺术重镇 他诞生了以提香为首的一批伟大的艺术家 这一幅九神是提香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最早费拉拉公爵是跟拉菲尔签订的合同 但是拉菲尔去世的时候只完成了草图 于是合同就转给了提香 在这幅画中的女主角是克里特的公主阿里阿德 她被情人抛弃在希腊的纳克索斯岛上 原处情人的船已经驶向画面的最左边 当时的九神巴克斯正乘坐着 有两只猎豹拉动的战车 带领一群人黄欢来到了岸边 九神对阿里阿德一见钟情 他从战车上跳下来 保护阿里阿德免受野兽的伤害 九神为了证明自己的心意 便把阿里阿德的魂礼冠冕丢到了天上 画作了北免座 因此提香在公主上方的天空上画了八颗星星 这就是神话当中北免座的来由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中国民间牛郎织女的故事 而当文艺复兴的风潮刮到了阿尔卑斯山以北 形成了北方文艺复兴 这一幅出访英国宫廷的法国大使 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它来自德国的小汉斯霍尔拜因 古名思义这幅画画的是两位大使商讨国史的场景 他们分别代表教皇和法国国 他们在劝说亨利巴士 劝说亨利巴士放弃迎娶新的夫人 这幅画里暗藏着诸多玄机 比如说两个人的年龄可以在剑柄上找到 还有断掉的琴弦 隐藏的十字架 以及地板上从正面看不出形状的骷髅头骨 我们只有来到画的右边 才能够看清这个头骨真正的模样 这种扭曲变形的方式 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风格 我们看到的这些艺术作品 都是欧洲十四到十六世纪 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绘画从中世纪单调呆版的宗教画 拓展到了神话传说 民间故事和人物肖像等更广泛的题材 而既是同样刻画的宗教人物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也多了一层人味 艺术家们开始意识到 人的价值和重要性 也懂得了欣赏身边的美丽事物 再加上美术上的透视法等新技术的应用 这些绘画也给我们带来更真实 也更美的艺术享受 可以说绘画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变化最大的 也是最直观的艺术形式 这批伟大的作品受到了当时的文化思潮应用而生 又同时继续感召和影响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让欧洲走出了宗教控制一切的桎 它推动了科学和哲学的进步 更为后世民主法治和自由平等的现代文明价值观 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石 看完这些文艺复兴大师们的绘画作品 我们在国家美术馆才浏览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展馆 而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落幕 欧洲艺术史上另一大高峰 巴洛克艺术正缓缓地向我们走来 同文艺复兴一样 巴洛克从最初的一种绘画风格 后来拓展到建筑 戏剧 文学 音乐等各个领域 它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标记 如果大家有兴趣 老刘下一期继续带着大家参观英国国家博物馆 浏览巴洛克时期那些令人惊叹的精美艺术